大家好,我是史密斯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拒绝最大 也就是NTFS权限的4.4 好,那么何谓拒绝最大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假如说有一个用户叫A 那么他属于财务部这个组 而财务部组的成员呢 一共有10个人 那么这时候呢 财务部组呢 拥有对某面家XXX的访问权限 现在呢要求啊 A用户不能脱离财务部这个组 同时要求A用户 还没有访问文件家的权限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按照我们以前所学习的 A用户他属于财务部组 而财务部组对这个文件家 具有访问权限 那么意味着我们A用户 也是对这个文件家有访问权限的 同时其他10个人 也是有访问权限的 这是我们成为组和成员的 一个权限的继承关系 现在要求A用户不能脱离财务部组 而且还要求A呢 不能访问人家权限 那怎么做 有同学会想说 那我不给财务部组 赋予这个访问这个文件家的权限 不就行了吗 但是它 同时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说你取消财务部 对这个文件的权限 那么那10个人将全部取消权限 而我们现在要求是A用户不能访问这个文件家 而且A用户不能脱离这个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拒绝最大了 那么如何来操作 同学们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创建一个组 NetLocalGroove 叫财务吧 创建一个 它说组已经存在 可能是我之间创建的 咱们就在这写一个这个吧 财务组 财务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A用户放到这个组里面来 NetLocalGroove 财务组 然后账号是A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成功的将A用户加入到这个组了 关于这个命令呢 我们在前些章节中已经讲到了 如果有哪位同学不是很清楚 可以参照我们前两天学习的这个命令 好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A用户放到这个组了 接下来我们给这个机密文件夹赋一个权限 右键点击属性 点击安全 然后咱们尝试把A和B都删掉 除了关注员以外 我们点击添加财务组 确定 好 那么意味着我这个机密文件夹已经给财务部这个组呢 创建了一个权限 叫读取 以及打开的权限 好了 那么现在由于A用户 由于A用户属于财务部这个组 那么意味着A用户也是拥有这三个权限的 访问这个文件夹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A用户呢 不脱离这个组 但是他依然不脱离这个组 但是他不会再有访问机密的这个权限 好 咱们再回到管理员身份啊 以管理员身份来设置这个权限 好 对准机密文件夹 点击右键属性 安全 现在呢 我们已经赋予我们的财务部财务部这个组的权限了 但是呢 我们希望A用户没有权限怎么办呢 点击添加 单独把这个A用户添加进去 然后对准A用户在右侧 把这三个对话咱们给他勾上 点击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拒绝什么意思啊 就是拒绝A用户读取 拒绝用户读取 拒绝用户去列出这个文件夹 好了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说老师啊 咱们不是之前已经学过吗 用户的权限是可以叠加的 是可以累加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财务部啊 拥有对这个文件夹的这三个权限 而A用户呢 拥有对这三个文件夹的拒绝权限 好 当这两个权限叠加到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同一个权限允许和拒绝的 叠加 那么当允许和拒绝 同时叠加的时候 结果就是拒绝最大 那就是当允许和拒绝碰到一起的时候 拒绝最大 那意味着A的这三个权限 和所在组的这三个权限 发生碰撞之后拒绝胜出 那么意味着 A用户最终的结果就是拒绝这三项权限 拒绝这三项权限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A不再有其他权限 同时如果这样做的话 不影响财务部这个组的其他的九个成员 因为其他的九个成员 依然是可以访问这个文件夹的 好了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去验证一下 点击注销 输入A 密码是E 再次打开我们的E盘 尝试双击打开机密的时候 根本就进不去 根本就进不去 也看不到里面内容 因为我们已经被拒绝访问了 好 那么这个实验咱们就成功了 咱们再次返还到管理员 好 那么咱们再来看下一个质量 那么这是拒绝最大 那么下一个质量叫取得所有权 那么这个取得所有权 咱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还是来先看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是这样说的 说用户A已经离止了 但是呢 有一个文件夹叫XXX 这个文件夹的属主是A 也就是这个文件夹是A用户创建的 他在我的电脑里面 然后A用户呢 可能也略懂一些这个权限的知识 他呢 对这个他自己的文件夹做过权限修改 他导致啊 他导致其他用户呢 对这个文件夹没有任何权限 甚至包括管理员 那这时候如果说这个用户已经离止了 我们现在需要管理员能够完全把这个文件夹的权限拿回来 并且能够对这个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啊 修改操作啊 都可以来做 那么我们就需要管理员 对这个用户对这个文件夹重新修改权限 那怎么做 取得所有权 而且同学们一定注意 这个取得所有权不是人人都有 默认整个电脑中默认只有一个用户 就是管理员才具备任意取得所有权的能力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实验 咱们首先呢 咱们注销以这个A用户登录 咱们先来模拟一下A用户在没有离职之前 所做的一个操作 好 他没离职之前啊 他可能啊 说哎 这个一盘下有个机密文件夹不让我访问是吧 好 我不访问你 那我自己见我自己的文件夹 啊 我写个名字叫A 啊 叫A 由于这个文件夹是我自己创建的 不是管理员创建的 那意味着 这个文件夹我是可以随便的去创建文件啊 啊 都可以做啊 咱们复制这几个 那接下来呢 A呢 由于略懂一些权限知识 让程式去修改这个权限 怎么修改呢 首先第一步 点击高级 取消继承 点击复制 确定 然后他把这个权限怎么让全干掉了 然后只添加一个用户 A 点完全控制 好 你会发现这个事呢 做得非常确得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权限列表显示 只有我自己拥有控制权限 其他所有用户 包括管理员都没有任何权限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对于其他用户来说啊 是的确没有办法了 因为别的用户在打开我电脑 他尝试访问A都访问不了 但唯独管理员啊 是可以来操作的 咱们用管理员登录 好 那假如说啊 这个管理员呢 打开一盘 尝试 哎 这多了个门店家叫A是吧 结果 打开 很显然这个门店家的权限呢 已经被人篡改过了 那么管理员呢 由于打不开 就点右键属性 看一下安全 发现这个地方都不让我看 因为我的确是一点权限都没有 好在我们的管理员呢 在点高级的时候 这有个所有者 啊 他就是说这个地方会显示 这个文件当前的所有者是谁 由于管理员的没有权限 所以导致我无法显示当前的所有者 但是我们管理员有个最大的权限 叫取得所有权 那么这个取得所有权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设置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会显示 啊 将所有者更改为什么呢 有两个选项 改为管理员 好 以及把这个对号勾上 这个对号勾上的目的就是 不仅这个A 啊 它的属主 就是主人改成管理员 A文件夹下的所有的子文件夹 以及子文件 全部修改成主人为管理员 好 咱们来做一下啊 确定 然后再点击右键属性 哎 没有修改成功吗 所有者啊 点击 确定 OK 正在改啊 正在改 好 确定之后 咱们再点击右键属性来检查啊 会发现 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A用户已就消失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管理员将拥有了对他的权限 同时我们点击右下角的高级 点击所有者 会发现这个文件夹的所有者已经正式改为 我的名次推特了 好 那么意味着如果说管理员认为这个文件夹没有用 甚至点右键给他点删除都可以 因为这个文件夹的主人不再是A 而是变成管理员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取得所有权 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 因为这写了一句话 默认只有管理员拥有这个取得所有权的能力 好 这是我们取得所有权 当我们发现作为管理员无法访问某文件夹的时候 这个方法是很好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最后两个支点 第一个叫强制继承 这个所谓强制继承是什么含义 我来直接给他演示 让他感受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作为管理员 我们 打开一个机密文件夹吧 打开机密文件夹啊 然后右键 点击 创建一个文件夹叫1 好啊 这个文件夹1呢 我们点击右键属性 咱们愣意的去修改一下权限啊 修改权限 里面现在是一个A 一个管理员 一个财务部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先点击取消继承 那么意味着这个1和他的父亲机密 也脱离了关系 然后呢 他把这个删了 改成只剩管理员了 确定 然后咱们再新建一个 文件夹2 然后他呢 也进行了修改 他怎么修改的 首先点击取消继承 他也取消了 跟他的父亲机密的继承关系 然后他也可以愿意修改了 他把财务部给删除了 再建一个文件夹 有3 好 那么这个3文件夹呢 咱们也给他进行修改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 取消继承关系 因为只有取消继承关系 才可以修改 然后他把A给删除了 好 应用确定 有些人会感觉啊 说老师 你在这干什么呢 说爱着个人改权限啊 我就为了演示一下 我们在机密文件夹家家下呢 有3个文件夹 随着公司的时间的推进啊 不同的用户 因为需要不同的权限 那么作为管理者呢 可能啊 随着日子的 一天一天过 就这个1啊 2啊 3的权限 做了很多很多修改 突然有一天 公司下了一个文 下了一个文 说公司所有的权限要统一 啊 公司所有的权限要统一 那这时候 如果说你一个一个的 把所有子文件夹 再把权限给他改回来 非常麻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 回到总文件夹 机密文件夹 点击右键 属性 点击安全 我现在希望我所有的子文件夹 现在都回复成这个A 管理员 财务部 那怎么做呢 点击高级财单 然后点击下方这个对号 啊 点击下策这个对号 那么这个对号意思是说 强制把我本地的这个权限 钱加给我的儿子 也意味着我的儿子 我的所有子文件夹 或者文件 他们的权限将跟我恢复 记者关系 恢复父子关系 那同样的我的权限 也就恢复到他们所有的子文件夹身上了 好 咱们点击一下对号 确定 是 点击确定 好 我们去验证一下 现在他们三个权限应该都恢复了 来验证一下 同学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 刚才明明只有一个 现在有三个了 而且同样是不能修改 意味着我跟我的父亲已经恢复 继承关系了 同样的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也恢复了 也恢复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快速的去统一所有权限的方法 就是回到负文件夹 然后点击向下强制继承 好 这也就称为叫强制继承 作用就是对下强制继承 负责关系 如何来做 方法我这写上了 好了 这是案例 这个案例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例了 某某某文件夹 有多个子文件夹 及文件 由于长时间的权限管理呢 多个子文件夹的权限 都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 现在需要这个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 及子文件夹权限全部统一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并不需要非常复杂操作 只需要点击强制继承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叫文件复制对权限的影响 文件复制对权限的影响 咱们直接来演示 直接来演示 假设说啊 我们在C盘下 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哈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哈哈的权限是什么 同学可以看到 这里面写着管理员 写的是管理员 CredOwner System Users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哈哈右键 咱们点击复制 咱们给它复制到我们的机密下面去 同学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哈哈的权限 现在还是以前的权限 还是已经继承了来自于机密的权限 来自于机密的权限 实际上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哈哈 你现在寄来在我的下方 我就是你的父亲 你是我的儿子 那么你必须的权限 集成于我这来 所以说哈哈的权限 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将不再是之前在C盘的权限 而是重新跟这个机密 建立了父子关系 并且这个关系 这个继承权限 是来自于这个新的父亲 这个机密文件夹 所来的权限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件复制之后 它对权限的影响 对权限的影响 好了 这点要注意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非常重要的考点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稍后呢 你们在学完本章内容之后 咱们可以通过本章练习 来练习今天所有的制度点 当然同学们 除了本章练习以外 也可以把里面的每个案例 都去验证一下 就验证一下 好吧 OK 那么今天呢 这一章我们就先讲到这 通过本章学习呢 大家应该可以对一个文件夹 或者文件的权限 做一些基本的修改了 那么我们在后续会用的啊 那么我们本章就先讲到这 谢谢观看